嗯,那现在这个街上好像看不到造纸的了 很像北方的这种对联 这边有一排座坊 那边有几位师傅同时开工 师傅就看虾水了,他们的手艺 大概放了一下,大概放了一张,就可以来成一张纸 古桥村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在造纸 也会这个或者是做一些与造纸相关的一些工作 或者做工具啊,或者材料啊 师桥村造纸啊,特别的这个有韧性 而且呢,防虫养就是因为它这边这个水啊 它这边山里面流出的水呈弱碱性 所以说这边的纸保存了最长时间到了一千五百多年 在这个古桥的对面就是他们的纸街 这个纸街里面有很多商铺 全是与这个道纸相关的 我们趁着这一个台阶上去 进到这个纸街里面 有富士品店 这边有一个纸街的介绍 贵州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 这边是杨家大院 县纸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 本院若实践于清朝 距今有四百年的历史了 繁华不在 感觉很冷清 这边有很多鸟囊 这边人喜欢咬鸟 也喜欢做鸟囊 在这个旁边有一个卡拉村 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做鸟囊的一个村寨 这是他们的老的房子 他们的房屋还是这种 两层的干篮式的这种结构 这个街道的大部分 还是保存了这种原样 老房子都没有怎么破坏 那么有一些房屋呢 他们加固了 用这个砖头来加固 这边在做饭 这边还有一个 造纸 一些铺子 千年古纸 古法造纸创意法 传西色 古法造纸体验馆 小狗狗 睡觉 好喜庆啊 这个对联 这个 它这个对联很像北方的 很像北方的这种对联 这个因为在南方很少见到这种对联的 你看到没有 因为我老家是山东的 所以我现在感觉 特别像我们山东的这种造型 这种形式 那新年好运气 这东西叫什么 这东西叫 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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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是对联 上面挂门前 大姐是 这个大妈是这样说的 门前 因为在南方很少有 我第一次在南方见到这种门前 因为我们北方有 北方经常 北方多 你是哪里的 山东的 老家山东的 所以在我们北方就很普遍 南方很少有 很少有 现在这条街 这个纸街好像没有什么多生意的了 没有什么 造纸 造纸 现在 这条老街有多少年了 在清朝时候来的 清朝的时候 那有个 在这房子是 200多年了 200多年了 清朝就有了 这条街 那么以前这边的街上 是不是全是卖纸的 造纸的 造纸 造纸的 那现在这个街上好像 看不到造纸的了 因为这个贵州啊 啊 到这边都过节休息 哦 过节休息 很少人 现在还在放假 上面这里有 对 我刚才看了 去那边 那个山东的家 造纸 因为这个原料问题 供应不足 原料不足 就是构树皮 构树皮是种的 还是野生的 野生 野生的 肥肥的很 所有人家都不必搞得到 一天 他和构皮 以前卖了 一块多钱 接下块钱一斤 很少有人搞 人家打工一天 一两半 他搞一天 都没到五十块钱 那构皮无法搞 原材料就很贵了 三块多钱一斤了 以前是块钱 现在下块钱 三块钱一斤 不然从别处掉了 哦 从别处掉了 雷虾 别说别说地方 平均地区 啊 掉过来 农民他 干活了 才得过来 那么构树皮 几间构树皮 才能造出一间纸呢 他 他看 造厚文造薄 嗯 造厚 它有几种纸 哦 有几种纸 有薄的 听这个大爷爷 给我们介绍介绍 关于这边的纸 一有薄呢 一有厚呢 嗯 有二家纸 所以有薄罪 或者半个一花纸 嗯 这个 这边的纸 呃 我看介绍 被故宫啊 被这个博物馆啊 都作为这个 这个文物修复用纸 那么这边的纸 到底有什么好 这类纸 它呢 它这个纸啊 它比较 没咋 韧性好 嗯 当然 你随便逮 它呢 不会破掉 有些纸呢 不像那粉纸吧 你知道吧 一逮啊 这类纸 随这么逮 它是有拉 拉里性的 拉里性好 韧性好 那么还有一个 是不是这边这个纸 耐虫啊 就是不怕虫咬 不怕 为什么不怕 因为它有那种鱼料 创造以后呢 虫子不敢夹 嗯 是不是有这个水也有关系 有洞 山洞里面这个水也有关系 这个水也有关系的 嗯 因为它这个水啊 嗯 加泥量很少 什么很小 很少 泥巴 泥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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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不一样了 泥太重 所以它 表面是不一样的 哦 对不起 嗯 这边以前是不是很繁华 相当年这个地方 以前这里改成啊 哦 大陆的路不往这里走 那里有个西在农场啊 这有个大大人没有了 嗯 他去不通道那边 那边都不通公路 嗯 好 好 谢谢 大叔我我转一转啊 看一看 嗯 谢谢谢谢 他们下面都有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叔 谢谢大叔 感谢 感谢 好 刚才 这个大叔给我介绍 这个地方以前相当的繁华 以前这地方赶场 那么 因为这个 原材料的问题 就是构树皮 很贵 现在 从原来的一块钱 升到了现在的三块多钱 那么很多人就 不做了 宁可出去打工了 所以说 这边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繁华了 也造纸的 也不是太多了 整个房屋 保护的还是 比较完整 好 现在 直接 就到这边以后呢就结束了 在这个石桥上 有一个 风雨桥 很大气 因为 现在这个季节啊 是个枯水期 所以水不是很多 那有人在下面 洗衣服 啊 这边正在办喜宴 啊 这边正在办喜宴 你看在河边 很多人都得一起帮忙 哇 这边 光这个 切肉的只有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看 好多切肉的 可能是 晚上才开始啊 好多鱼 看鱼肉 切这个胡萝卜 一二三七八个人一起切胡萝卜 你们这个喜宴是什么 是晚上吃吗 是晚上吃啊 啊 几头大锅 在煮汤啊 哇 这是牛角 煮牛角汤 嗯 下面 是他们 好多妇女在洗碗 洗筷子 上面是男生在在炒菜 切肉切菜 嗯 规模很大啊 这样的感觉 哦 这是他们的中饭 用中笼 大锅 准备中饭了 嘿嘿 中饭是吧 看我们一起吃个好玩吗 好玩好玩 哦 这是中饭 看一下 对了 这是中饭 这么大的锅 这个就是柴火饭了 柴火饭 真正的柴火饭 嗯 这一个 这个感觉规模很大了 你们 是不是有很多人 今天晚上有很多人的 啊 所以结婚吗 还是什么 不是 嫁女儿 嫁女儿 对 嫁女儿 啊 这么热闹 哎呀 回到那儿明天 明天是正习 明天是正习 今天是请这亲戚朋友 来吃了喝酒 帮忙的呀 在上的 相亲啊 那你们都是来帮忙的 这么规模这么大那边切肉切菜 这边蒸饭 过中饭就这么多啊你看看这是贵州特有的 因为这个明天下面那个柴火饭 满人的 哦下面 就要满人的 赶米饭 大锅中 这种的柴火饭 这个大姐说明天这个爸爸全部都是人 你这个把那个 桌子摆在这边 你看啊 哦 坐的已经摆了 摆满了 嗯 今天晚上开晚饭 哦 你多是桌 我看有多是桌 123 4 416 明天多 要不 他亲戚多了要不 90多 90多 哇这家这家人 这家人亲戚这么多 这个 是老板吗 哦是老板 老板的年吗 老板的年吗 他的朋友都多了 叫到哪里去了 老板女儿 叫到 尊义 哦叫到尊义去了 嗯 啊 他家就是这里的是吧 家在这里 这里的 嗯 好好好 认了 我等他信你